一起来看一下在本赛季月超联赛的季后赛第二轮 广州白云山队在主场来面对深圳南陵铁狼的比赛 本场比赛当中身穿着白色球衣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白云山 而身穿黄色球衣的则是深圳南陵铁狼 开场之后南陵铁狼迅速的获得了进球 上半场比赛进行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南陵铁狼队他们的外援29号的卡多索在门前的捕射将球送进了白云山队的大门 而接下来白云山队也很快发起了板击 这一脚轻巧的挑射球进了 双方的比分来到了1比1 依然是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这是门将助攻到了前场 接下来外围的一脚大力的射门 南陵铁狼队的门将是19号的多斯 他的这脚大门显然是让白云山的防守猝不及防 随后的时间 白云山在防守当中出现了一次犯规 点球的主阀 再次将球送进对手的大门 南陵铁狼此时已经是3比1领先了 进球的是24号的外援莫拉 上半场的比赛 此时客队的深圳南陵铁狼已经是3比1 在比分上领先 而在一个暂停之后 广州白云山队似乎是突然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他们的外援13号的爱立帮助球队扳回一球 而接下来又是门前非常精巧的配合 在门前包抄接应的是9号的梁爽 轻松的把队友的船中 左脚推射打进了对方的城池 场上比分来到了3比3平 这场比赛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 而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 南陵铁狼队又一次把握住了机会 上半场的比赛 深圳南陵铁狼在客场是以4比3暂时领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双方下半时的争夺 利用门将进攻回防不及 南陵铁狼的外援27号哥斯 精彩的一脚半场掉射 这个球在出脚的一刹那 他甚至没有越过中线 在对方把比分追平之后 南陵铁狼队连进两球 5比3领先 而就在比赛还有最后的1分42秒 广州美恩山队开始发起最后的猛攻 他们先是扳回一球 而接下来这脚的吊射 是打在了横梁上 运气稍差了一点 比赛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门将助攻上去 接下来的一脚远射 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白云山队的门将28号的吉尔伯托 在最后时刻上演了疯狂的大绝杀 这场精彩的比赛 最终以双方5比5的比分 握手言和而告终 国内地区竞顶级市内五人制足球联赛 12家省内冠军俱乐部参加 32名来自葡萄牙 大西西亚等多外园 再次精彩分层 敬请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